欢迎热霸 欢迎热霸又见面了 跟大家先问个 热霸 我相信现在我已经沸腾了 热霸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克拉奇的冰淇淋直播间 什么样的心情 挺开心 粉粉嫩嫩的 你我们数现场有几个冰淇淋 这我倒没数 好多好多冰淇淋 因为我们希望给大家夏天嘛 就是要搭配一个这个冰淇淋的这种质感 今天热霸穿的也非常的夏天 有什么呢 小巧思跟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实就是带了很多花花 我觉得会很适合今天这种粉粉的这种 太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有个很棒的主题 叫一口萌化 装满夏天 你自己理解 为什么冰淇淋会一口萌化 对 一口还不吃的花花的 一口就赶紧吃掉 赶紧吃掉 因为冰淇淋确实 也更重要 你知道吗 克拉奇冰淇淋遇到了热霸 所以马上一秒融化 因为热霸总是带给我们夏天的笑容啊 然后满满的能量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 整个夏天甜蜜的感觉 让大家一口萌化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的新品 很多的礼盒 在我们的博物中 跟大家分享 有限点的情绪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大家都不要错过啊 就是热霸其实工作很辛苦 一直在成都拍戏 在成都拍戏 但是我觉得没有很辛苦 怎么讲 吃 你都吃到什么好吃的 分享一下 吃了 咕咕鸡呀 然后双鱼 还有菜脯 有没有学到一些成都话 可以想讲一小句吗 这有一个菜 每个话后面加一个菜 诶 说今天用成都这个赛来打招呼 怎么讲 啊 大家好赛 大家好赛 多多支持我们柯拉奇 支持热霸 大家可以在弹幕用成都话 欢迎一下我们热霸 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 期待跟热霸一起来解锁 所以大家一起为我们的今天的直播间多多助力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热霸霸坐了 坐下来好好聊 有请 确实要讲到这个成都 大家会联想到很多美食 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成都 用一个很火热的气氛 和大家一起来共度一个愉快的夜晚 那在这个一开始 不如我们先来热身一下 做个小游戏好不好 来我们先上一个很神奇的道具 这个我自己看到都难住了 这是什么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给热霸也介绍一下 这是代表的我们 这是各种各样的颜色提卡的 可能能卡件 它代表我们的很多冰淇淋产品的色号 就是我们今年夏天 带给大家很多冰淇淋色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这个粉色啊 棕色啊 红色啊 都是很热门的色号 我们要请热霸呢 哎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秘诀 它上面的字的颜色和实际的颜色是 不一样的是吗 对的 对 哎我们调一下 对没关系 我们要请热霸准备一下 我们要来做一个挑战 就是念颜色和念字 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颜色 你就要念出来 但是你不能被这个字给干扰 好 好不好 好 主持人先弱弱打个样啊 这个真的很难 我先来打个样 然后我们让热霸来挑战一下 如果你挑战成功 我们就解锁一轮福利 好吧 好的 来我们先来吧 大家帮我监督 如果错了热霸你也可以纠正我 好 来 从这样我们这样子念 好 来开始 蓝色 红色 粉色 黄色 综色 综色 橘色 橘色 粉色 黄色 综色 综色 蓝色 红色 综色 感觉自己的嘴巴都不太利索 综色 哦不对 红色 哦不错了 我失败了 所以没有人鼓励我 为什么挑战失败 这挺难的 那我们到 你觉得你OK吗 我不知道 是手第一次玩这个 其实有点 就是你心里看到的这个颜色 跟你脑海里 读到的这个字 不能是一致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 一起弹幕准备一下 大家call一个加油 好吧 我们让热霸来挑战一下 这个烫嘴的游戏 做个热身 来了 你跟我有点区别哦 来 然后还换了一下 对 对对 刚刚是在默契 也没有 就跟着你读的时候 我也在想 哦应该是这个顺序 好 你可以酝酿一下 你准备好了随时开始 好 准备好了 来吧 红色 蓝色 棕色 粉色 黄色 棕色 蓝色 黄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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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其实也对 橙黄色 橘黄色 棕色 黄色 红色 粉色 黄色 棕色 橘黄色 蓝色 粉色 红色 红色 粉色 蓝色 红色 橘黄色 橘黄色 橘色 黄色 哎这个礼盒在这里 我们正好 嗯 打开给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 要不然你来好吧 你来打开一下 很有仪式感的一个冰淇淋限定礼盒 还有个小桃心 哇 来咯 哇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冰淇淋限定礼盒呢 有我们柯拉奇的这个冰淇淋唇又四支 都是我们很热门的颜色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仔细介绍哈 然后还有我们冰淇淋四色眼影盘一个哦 哎 这个很调皮的是我们很可爱的这个 你是不是也想拥有 我们的冰淇淋化妆镜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卸妆湿巾五片 以及我们这个 哇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热巴的明信片一张 我好想拥有啊 所以今天还因为热巴的光临哈 我们额外再加送了一个 你看他们都纯纯欲动 想要被大家带走 额外还会再加振一个粉饼 所以整个一套 大家可以一号链接拍到 而且价格今天只需要188 321 上链接吧 快去啊 这个真的直接给大家先解锁 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漂亮key的礼盒 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 一口萌话的夏天 完了 我觉得刚刚那题目太简单了 热巴完全都顺利过关 不知道第二个热身游戏 能不能让这个热巴有一些挑战呢 我们继续来好不好 好 下一个游戏呢 是经典的这个emoji猜词 每一个词呢 都会代表着一个 跟我们的克拉奇有关的特色啊 或者是一些亮点 我们看看 热巴能不能猜出来 先来看第一个 思考 思考 冲浪 镜子 太阳 这个有点难哦 冲浪 思考 冲浪 镜子 太阳 这会联想到什么 呃 丝滑 丝滑 哦 滑水的感觉啊 丝滑 丝烤滑 非常的炫 同时能够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一秒就非常有元气哈 所以回答正确 丝滑进化 再来 看看会不会难度升级 这题 哇好吃 这题是什么 呃 呃面面 面面 呃 面面去到吗 哈哈哈哈 面面 这个是什么 soon就是 面面 coming soon 很快就要来的那个意思 面面快进不对 脆脆 哦 干脆面 对 面面 应该是粉 我提示你一下 粉 对 来到成都 粉 很受欢迎的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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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皮 哇 你怎么知道的 已经答对了 你不小心已经答对了 你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球想到了 对 粉 粉 脆皮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讲克拉奇的眼影 啊 厉害了 我们眼影的01色号就是我们的粉 粉 脆皮 超级受欢迎 所以 热霸又答对了 哇 这个答对必须再解锁一个福利 我发现没有什么能难倒你 这个来了 这个肯定难了吧 这个字都比较多 这个热霸知道吗 哇 一 红 开心 花 这是 这是在化妆 嗯 然后 夏 日 提示一下 夏日 这里有八个字 嗯 八个字 会是什么呢 一是对的 哎 现在直播间有没有人能猜得到啊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面来猜一猜哈 八个字 想想看 但我们现在这个 现场我们我和热霸可能 没办法提示太多了哈 想想看哈 一 这个是什么 唇 唇 嗯 也可以称为 嘴 嘴也可以称为 口 对 哈哈哈 是不是很舒适 一口 一口什么 啊 一口 嗯 可爱 花 花 一口萌花 yes 萌画 一口萌画 一口萌画 然后呢 还有四个字是 还有四个字 这不三个表情包吗 对 三个表情包 代表着四个字 化妆 对 化妆 化妆 下 下 太阳 嗯 日 装满夏日 装满夏日 回答正确 装满夏天 我就已经对了 对 夏天 夏日 其实你这个是七个 然后才八个字 而且你发现没有 我们导演多犯规 这个emoji是不存在的 啊 那自己 他自己制作的 自己制作的一个在化妆的 所以这是变成了四个字 一口萌画 装满夏天 也是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小主题 哈 所以回答正确 这个确实是 有点难了 这个呢 四个字 百里 这个我看了 粉 嗯 百里透粉 百里透粉 我觉得 必须掌声送给我们热巴小姐姐 太厉害了 这题我刚刚彩排的时候 我看到我真的就想把它扔掉 他跟我说 这个 我说为什么这个是透粉的透 他说因为它在投球 哦 投啊 谐音梗 其实是只要猜出三个 你就知道中间 百里透粉 那百里透粉代表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散粉 嗯 散粉的质地 能够让大家就是很多玩 可能不太会用腮红 但是你用了啊 克拉奇的这个散粉 自然就有这个 百里透粉的一个效果啊 最后一题了 已经我觉得完胜了 这个了 两个字 什么东西 毛线 嗯 显白 我觉得热巴已经懂导演的这个套路了 谐音梗什么的 毛线所以就是显 显白白 显白 显白是为什么呢 显白其实也是克拉奇 一直被夸爆的一个点 嗯 对 因为不管是哪个色号 其实都不挑皮肤 是的 对 所以大家用了我们的克拉奇的 所有的这个 哎 很爆款的这些颜色的产品 都能够给大家 打造一个显白的效果 好了 所以我们刚刚所有的五题 都完全答对了 但是我觉得一直在为难热巴 热巴 你要不要给大家也出个考题 好啊 你来出一题 让大家来猜猜 好呀 好呀 我知道有很多热巴的粉丝 都是你的画粉 又遇到了画画的环节 来 我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笔 你可以任君选择 好吧 然后你在这个题板上面 你自己想一题 然后不要告诉我们答案 我是不是随便画呢 随便画 然后你先想好答案 是几个字 然后我们让弹幕的宝宝们 一起来猜 好吧 让我们的灵魂画手 热得爆发功力 太要命了 躲不掉这个环节 对 爆发的环节 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好的 来 大家可以一起来猜一猜 这题如果大家猜对的话 我们也会给大家解锁福利 看看我们 要不要会画一个什么 是抽象化 还是写实派呢 要不要再认真地挑选颜色 这轮我们答对的话 我们就会直接给大家送出一波福利 这轮我们要送的福利 非常的热门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 一会儿我告诉大家怎么来抢 这应该是一个豪放派的画法 直接上手涂得起来 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画面太好看了 粉粉的 又换了颜色 大家能现在就能猜到热巴画的是什么吗 那你就真的厉害了 你会读心术 好 热巴很认真 它在这么多颜色当中 它提前先选出了会用到的颜色 放到了边上 心里先打了一个副稿 然后开始画的 现在完成几分之几了 还有一个了 马上就结束了 好 这个真的很简单啊 我已经大概知道是什么了 真的很简单 因为它太火了 最后一个了 有没有现在大幕开出来了 下次我们可以直接就整整一个小时就在直播里画画 可以耶 下次我们安排一个特拉奇 然后热巴的画画专场 好了 来了 我们准备来揭晓热巴的作品 三二一 三二一 哎呦 答案非常简单吧 各位朋友们 你们如果现在能猜到了 我们就不用提示几个字了 好不好 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 现在可以弹幕刷起来 我们让要不要先提示一下吧 几个字 呃 七个字 七个字 嗯 好 更加有针对性了 大家能猜到吗 给大家三秒的时间答题 然后我们就切晓答案了 好 三二一 请问 是冰激凌四色眼影 冰激凌四色眼影 回答正确 答对的朋友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哎 这个太明显了 这个四个颜色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选择之前 啊 是你喜欢的吗 其实是因为 我这里的这些 比较艳丽的颜色 就这么几个 其他都是这个 特别深的这种 所以我觉得冰激凌嘛 所以我又选了一个 比较艳丽一点的颜色 啊 更加的colorful 所以给大家这个 夏天的冰激凌 冰激凌四色眼影 所以答对的朋友 告诉大家 我们要送今天的 第一波福利了 获得的办法是 大家现在就可以 在弹幕打上我们 冰激凌四色眼影 七个字 然后呢 我们会通过 我们的这个好运来 给大家抽奖 抽中的十位网友 将会获得我们的 甜甜粉力全又礼盒 美人一盒 那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一会儿会在 我们的好运来 为大家开奖 所以大家一起刷屏吧 谢谢我们的画手 谢谢这部画作 我们珍藏一起来 十年后会开画展 大家说 好了 我们刚刚给大家 开了这个 这一轮的福利 一会儿还有更多 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然后也提醒大家 今天我们所有的 给大家介绍的 唇釉啊 眼影盘啊 都会在我们的 今天 Color Key的这个 冰激凌 特别的限量礼盒 当中带给大家 里面包括四支唇釉 然后我们四色眼影盘 也就刚刚 要把给大家画的 然后还有一个 很可爱的冰激凌的 化妆镜 卸妆世界舞片 以及我们热巴的 啊 明信片 都会送给大家 然后只需要 在我们一号链接 今天到手只需要 188 大家赶紧去吧 好了 谢谢今天 两轮小小的热身 马上要进入到 我们今天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到夏天到了 我不知道 要不要自己平时 在夏天 你会在妆容上面 有什么样的偏好 嗯 其实我的妆容 更多的可能 还是根据工作的需求 嗯 对 然后我自己的话 会比较偏 最近想要尝试 但还没有尝试的 就是一些 比较少女一点的颜色 少女一些 对 比如说像一些 带亮晶晶啊 或者说是一些 比较冰激凌色系的 对 像那种什么 呃 淡淡的粉色啊 这种 对 是不是因为拍新戏 拍这个 呃 公宿题材 没有办法尝试 这种太少女的 这种妆容 呃 是 对 因为角色 不会画那么浓 或者说带一些 眼影的这种 所以生活中 可以有机会 来尝试一下 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马上要来解锁的 就是夏日的 冰淇淋的妆容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桌上的道具 来 辛苦老师 帮我收一下 这个画笔 我们在桌上呢 有我们的 克拉奇的这个唇釉 各种各样的热门色号 一会儿也要辛苦 热巴来帮我们 做挑选和选择 然后我们有三款 很热门的四色眼影盘 一会儿也是一样了 都会用到 我们的妆容当中 大家这一段呢 真的可以录品 因为很有信息量 然后做好笔记 然后我们还有 很可爱的这个 奶油发卡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 热巴自己都很心动的 这个化妆镜 像镜子 对的 大家都会都会看到 热巴怎么样去搭配 然后教大家来使用 那我们先要 请上一位 我们的试色的模特小姐姐 然后一会儿呢 就请热巴来帮她做选择 然后小姐姐帮我们来试色 欢迎 邀请 欢迎你 然后辛苦 热巴坐到我们中间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会给热巴来出各种各样的主题的场景 然后要请热巴帮我们来做一个搭配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小姐姐现在是做了一个底装上来的 对不对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现在这个底装用的是什么产品 克拉奇家的贴贴气垫 嗯 我们的贴贴气垫 特别的轻薄 很轻薄 在这里 我们一起热巴给大家展示一下 热巴自己觉得她的气垫的一个特色 或者你喜欢她的点是什么 透气服贴 而且很细腻 上妆的感觉不会特别的厚 就我们讲厚就是特别的吃 对 而且她我觉得上妆时间就会让你觉得 不会那么长 就不会觉得你的脸背后厚的糊住的那种感觉 而且很显白 是的 显白也很重要 重点是夏天很透气 对 让皮肤在一个呼吸的状态 而且不卡粉 小姐用的是这个C01是不是 对 好 这个色号 那现在呢我们要再做一个这个定妆 就是因为夏天大家可能随时随地会出油出汗 我们需要补一些散粉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 哇 这个超级受欢迎的 嗯 是不是要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 旋转一下 对 我们的小布镜散粉 它是一个很棒的粉色的散粉 我们小姐姐边补 我们边请这包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 它就是有这种颜色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们 就是比如说刚开始学会化妆的一些小姑娘们可能不太会 那它就又能够给你定妆 然后还能给你带来一种整个脸气色都会有明显的粉色的那种感觉 就不会再担心你的那个就是 呃 安全啊 对对不是 就是你的那个腮红可能会打一大片或者不好看 这样的整个新手党特别友好的一款散粉 对 是的 而且我们这个散粉今天也是给大家找到了我们之前的断货色号S02 终于回归了我们现在给大家把气垫和散粉的链接都谈一谈好不好 我们先把气垫的链接321上链接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个底装的这个打底 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散粉也可以给大家上到我们的链接当中 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特别是新手的宝宝 因为它确实像有把说的一样非常的细腻 然后对新手也很友好 而且它自己它很厉害有一个黑科技 就是我们的Green Smart的一个棱镜的技术 所以它会在你上妆的时候让你整个这个敷感非常的服贴之外 不会拔干 所以很适合夏天的来使用自带腮红的感觉 好了介绍完了我们的散粉和气垫之后呢 我们就来出题了 先来考虑一下热吧 如果是第一个场景 假设是现在要出门去约会 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些我们克拉奇的产品来做搭配呢 约会装 我觉得应该是粉色的吧 粉色系的 所以会上一种比较水嘟嘟的那种纯装的感觉 又可爱又甜美 选哪个 选它 看一下它的色号 728 728是我们热吧选的第一个 它应该是这个最最逃兵色号 对 其实我觉得除了它也可以跌妥 我看一下 这么弹心 要选两个 我选这两个吧 两个都要 为什么选两个702 702是比较微轩的感觉 大家可以做那种 怎么说就是可以 而且很滋润有没有 对它是那种镜面之灵 给大家带来这个夏天的时候一种水蜜桃的这种感觉 那辛苦小姐姐帮我们换一下 刚刚热吧还选了一个702 对我们看一下702上唇会是什么样的 要不然你点评一下我们的728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水嫩嫩的感觉吧 对就像冰激凌 对 就像冰激凌一样 最最逃兵 而且有种像这个 像那个白桃的气泡水 就它很有空气感 光泽度也非常好 那要不要请热吧 同时帮我们再选一个眼影 好不好 眼影 搭配这两个颜色 你觉得合适的 这个是702好色 嗯 谢谢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小姐姐上唇的 热吧会选哪个呢 很认真的在挑选 那要不就选这个吧 我知道热吧一定是都想要 很多都好看是不是 因为这个也是搭配刚才那种粉色的妆容的话 是选的 01粉粉脆皮 我们热吧选的是粉粉脆皮 它这个颜色也 就是这个眼影盘的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可爱 真的 对 外包装也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而且它很小巧放在包里面也不会占地方 对 而且很夏天 上面还有一个冰淇淋的图案 对 那一会儿我们也要小姐姐帮我们来展示一下 小姐现在是702对不对 对 我今天的眼妆就是用了这个 真的有备而来啊 给自己做了一个很夏天的妆容 现在小姐姐嘴上的是我们的702 刚刚热吧帮她做的这个选择 要不然你觉得702跟728相比 你更喜欢她哪个地方这个颜色 702 微醺枣尼 其实这个微醺枣尼也是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的一款 热门 对热门款 因为它又适合像刚才我们就是做的这个主题是约会 然后也很适合通勤 对 然后也适合跟朋友出去吃饭 是的 她场合会比较多 你觉得约会时候更需要就是女孩在妆容上需要凸显的一些特质呢 如果是约会的话 我觉得不需要凸显的一些特质 高兴就好 对 开心就好 就可甜可言都是我啊 而且这个薄图其实会有一点苹果红的感觉 然后如果厚图的话呢 就是比较像它名字一样 很浓郁的那种枣泥色 所以如果即便我觉得像小姐姐现在唇上的颜色 即便穿西装 很帅的那种女生 对对对 也是可以打贴的 对的 谢谢热巴帮我们做的这个选择 而且它质感也很好 嗯 它是那种水光的质品 嗯 就上唇沉磨特别快 是的 上唇非常快速能沉磨啊 那我们眼影的眼影盘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 小姐姐现在眼上是用的我们这个01 粉粉碎皮 热巴你喜欢 特拉奇特就眼影盘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就是它的外在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非常可爱 颜值孔 对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粉 我上手了啊 好 就是它这个粉的质地呢 就是非常的细腻 很容易退开 它不会卡在那里 然后我觉得新手对新手会很友好 嗯 让大家能够快速地上手啊 而且它运燃也非常的快速 对 小姐姐现在这个眼妆和这个唇装 就是刚刚热巴帮我们做的选择 728的和702的两个色号 以及我们的01粉粉脆皮的这个四色眼影盘 都是很冰淇淋的颜色啊 大家如果想在约会的时候 拥有热巴同款的话呢 就可以点一下我们的1号链接 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包了一个 要巴巴的一个礼盒 属于夏天的冰淇淋色啊 好 下面我们再画一个场景 当然是约会 不知道是不是星系快杀进来了吧 嗯 差不多吧 如果杀进完 你会不会给自己一个小假期的安排 有时间吗 如果可以的话 想去哪里 想去海边 来了 夏天跟海边真的很搭配啊 下一题就非常巧了 要问一下我们的热巴 如果去海边度假 你在妆容上的建议 会是什么色系为主 我觉得出去玩 肯定就是元气满满的妆容吧 然后应该是比较偏橘色系 对 就像橘子汽水的味道一样 然后清新宜人 然后元气满满 这个形容太好了 橘子汽水马上 那个氛围感就有了 夏天海边搭配上橘子汽水 那我们请热巴帮我们来做一个选择 先把这两只蒜回去 嗯 橘子汽水会是什么颜色呢 我们请热巴帮我们选一下 其实已经 一眼就看中了 对 210 210 这是新款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新品 粉粉脆皮 带唇釉 210 眼影盘呢 眼影盘的话 我选这个 也是偏橘色一点的 叫橘橘 这个 雪泥 202号 橘橘雪泥 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请小姐姐帮我们试一下 这个新品的色号 210 粉粉脆皮 是有一点笋调的颜色 嗯 夏天的海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这个颜色是比较显白的一个颜色 黄黑皮都可以入 而且它是这种丝绒质地 低饱和的玫瑰的颜色 嗯 而且有点奶甜奶甜的感觉是不是 对 很显气色 让人觉得很青春很有活力 超级有活力 就是到海边的时候涂上它 四个字形容一下 又颜又甜 又颜又甜 氧气十足的感觉 非常的养眼 眼影盘我很好奇 这个比较偏 就跟它名字一样 橘橘雪泥 它上眼睛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试一下那个就是 在那个板上 前面有个 哦 冲浪那种 对对对 有人带着那种 对对对 我真的 胆子很大 勇敢 我看很多人都有去试 然后自己也想去试一下 到时候一定会花一个橘色的妆容 橘色妆容 然后拍个照给 或者拍个视频 给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 好期待这个月娃能够去海边 感受一下夏日的风情 那我们就请小姐姐 帮我们手臂试色一下 这个眼影盘的效果 我选了它的几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粉质是一种特别细的颜色 而且就很夏天的感觉 而且超级好上色 它就是上手 是那种很细腻的感觉 而且它有一个拼色 上面这个是白色 下面是有点淡淡的橘色调 这种就是夏天 带下来很元气少女的感觉 而且真的 就刚小姐姐在手上 试色的这一瞬间 秒推开 是不是在粉质上 其实女生特别讲究了吧 对 因为有的时候 卡粉也是一个比较 不光是卡脸上的粉底 我觉得眼影卡粉 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就是当你本来很想 妩媚地低个头的时候 就发现眼皮这就卡了一堆粉 就会挺尴尬的 而且特别是像热巴做 芯片 到时候只需要188 大家赶紧 一好连接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考题 要考验一下 我觉得热巴都能轻松应对 就是现在嘛 很多大四的学生 马上就面临毕业季了 可能就要去出入社会 进入职场 在通勤这个时刻 热巴有什么样的 妆容的建议 通勤的话 可能更偏一些大地色系吧 因为就不能太 可能不能太跳跃 在办公室里 对对对 特别是心愿 对 然后要有一些自带的高级感 干净通透的话 应该会很适合 那我们请热巴帮我们来做两个选择 好吧 还是唇釉加眼影 唇釉 我先看一下这 看看会给我们的通勤时候 选择什么样的唇釉呢 很多 我选这个747 747 747应该叫 椰椰田桃色 很好奇 这个 这也是一个新品 眼影盘呢 眼影盘的话 就选最后 没有选的这个叫做 可可生巧 03可可生巧 大地色系的眼影盘 对 太好了 我们请小姐姐帮我们先试一下 唇釉 747 它是 虽然它叫椰椰田桃 但它的颜色是这个 奶浴蜜桃粉的一个质地 而且也非常的 薄若无物的感觉 这个颜色有一点像水蜜桃的感觉 就感觉 人间水蜜桃 而且超级显白 人间水蜜桃 如果你看到 就是 职场有一个女孩 涂这个 色系的唇幼蓝 你会怎么有它出印象 会怎么觉得 嗯 会觉得很可爱 很可爱 对 很好相处 对对对 而且这个颜色也会很显白 嗯 然后像 呃 一般如果有在通勤的朋友们去买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无限回购的一款了 是的 就是大家上班的路上啊 甚至在 就办公室里边 都可以用这个 颜色 我们的这个747的色 日常很百搭的这样的一款 那我们看看这个眼影盘 会是什么样的色 我给大家上手试一下 好 也请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对 好 这个颜色它就是 比较大地色系 嗯 然后比较消严重 如果说是单眼皮的姐妹的话 这个颜色就很消肿 很友好 对 相配版了 嗯 而且它是因为全雅光的这个大地眼妆 就加一点 微微的一点珠光的话 会有一种 呃 清透中又又带点 带一点点这种 温柔 慵懒的感觉 哦呦好专业哦 我们请这般拿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哈 它是大地色系的 然后你说的珠光就是 右上角这个对不对 这个 对 可以做一点点的点缀 对 会很好看 而且很多肿眼睛的女孩啊 就是很多女生可能因为刚入职场 早上起来可能会稍微会有点腐肿的女生也会很适合这个 哎刚刚小姐姐说这个单眼皮的女生特别推荐入这个 我想问一下大眼睛的热巴你会有眼睛腐肿在这困扰吗 呃偶尔也会有啊 什么情况下会有 喝水喝多睡觉第二天起来都都会这样吧 不光是女生 我觉得这个男生也会 是是是 对 那我就放心了 大家就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像这个眼肿的时候 不要担心哈 热巴也会有 比如说喝水喝多了 吃的重口味一些 睡眠不好 你就可以用这个大地色系的这个眼影盘 来做一个让自己的眼睛状态变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通勤妆也安排好了 总结一下 747的耶耶甜桃唇釉 以及我们03色号的可可声巧的眼影盘 大家如果马上要面临这个入职场啊 工作啊 今天在我们的1号链接 直播价格 整个的这个 我们的克拉奇的冰淇淋礼盒 到手 四个 其实刚刚我们小姐姐给热巴给小姐姐选的四个唇又都在里边了 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说 哎呀我选择综合证 都在这个礼盒当中 只需要188 全部都可以带回家 四个颜色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大地色号非常实用的 小眼肿的这个眼影盘 大家都可以直接一键在1号链接就可以拥有它啦 谢谢小姐姐 谢谢 辛苦啦 谢谢老师 也谢谢我们热巴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一个非常专业又很贴心的指导 那接下来我们要辛苦热巴 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福利环节 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个福利 我们要请热巴完成一个五连拍的挑战好不好 好 因为今天这个景真的不拍照可惜了 我们选两个蠢右座道具可以吗 我随便选吗 可以啊 那我就选它俩吧 好的 颜色不一样 我们一步到我们的 哇 很可爱的这个 哇 身后就是热门色后的 大大的唇釉 唇釉对 没见过这么大的唇釉 那我们要辛苦热巴给我们完成五连拍好不好 好 先用这个唇釉拍三张 你可以简单的想一想怎么来拍会更加有夏日的冰淇淋的感觉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随时ready 好 来 有请第一张 哇 魅力无限 第二张 哇 热力全开了 第三张 哇 冰淇淋已经融化了 已经完全融化了 弹幕的宝宝们你们还活着吗 刚才没有被秒秒的这个秒到啊 非常有魅力的三张 那我们下面要换个道具好了 我就不信你还能用这个气垫拍的好看 哈哈哈哈 来我们让热巴来挑战一下气垫的 拍照法 哎呀真好看 高级感蛮猛的 等一下等一下再换个散粉 好 我是不是很多事的主持人 哈哈哈哈 来散粉我们请热巴来挑战一下 拿捏住 太美了 哇 哎好想好想拥有我 给你了 哎我们请热巴赛辛苦拿一下 我们不仅给我 我们给直播间的朋友送给大家好不好 好啊 今天我们的小乌镜的散粉来自克拉奇 我们要直接给大家送 刚刚所有被热巴的这个拍照迷到的朋友 醒一醒 要来赢奖品了 这一轮怎么来赢取呢 大家赶紧来评论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 一口萌化装满夏天 八个字刷在我们的弹幕上 然后我们就送给十位幸运的宝宝 热巴手中的 我们的小乌镜的粉色散粉 送给十位朋友 然后大家现在去刷弹幕啊 五分钟后我们会在好运来为大家开奖 继续加油 赶紧刷屏 谢谢热巴 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聊天区 太棒了 哇这热巴走路都画面太美了 有一种那个宫廷的宫主宫的感觉 全摆飘飘 太美了这个画面 下面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了 就是现在夏天到了 大家都会觉得气温升高 人也容易烦躁 然后很多宝宝可能也会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内卷的厉害 会有压力嘛 无论是工作还是学生 想问问热巴 你有夏天的烦恼吗 夏天的烦恼 会为什么事情而让你觉得哎呀夏天到了这个事情让我有点烦恼的 有吗 如果说是在今天这个主题的话 我可能会想说比较在意的应该就是夏天拍戏的时候会容易出汗 脸上会容易出汗 这样就会容易脱妆吧 啊妆容的 就很多女生会关心啊 夏日的哎怎么能够美美的过夏日也是其中的一个烦恼 今天我们呢特别在网上搜罗了很多我们柯拉奇的女孩们的问题啊关于夏天 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全球代言人热巴在这些哎我们准备了个盲盒好里面谢谢里面会有一些五花八门的问题 五花八门的问题 热巴来一一给大家解答一下好不好 好 先来抽第一题 辛苦热巴帮我们念一下 马上放暑假了有两个月假期不想闲下来但又不知道做什么没什么兴趣爱好好担心自己在游戏中挥霍假期 其实我觉得他的主观意识已经知道自己要打游戏了 他知道自己忍不了会可能会荒废但是他有一些焦虑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呢喜欢一件事情他是有些爱好或者说喜欢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重点的是你要开始去培养而不是说你光去想而不去做 我觉得重点比如说像你想去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那你就从看一本没那么难的书就别那么深奥的书开始就是带画的一些书 我自己也会很喜欢看一些图文的这种书这样会首先会很放松 然后渐渐的会让你养成一个每天就去读几页读几页直到你可能一天可能会去读完一本这样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觉得慢慢培养自己的一个爱好当然你也不要着急可是少玩点游戏 我觉得热巴说的很对就像那句经典的话出来玩最重要的是先出来对不对 我们要度过一整个暑假或者你要培养爱好最重要的先行动起来不要在那犹豫犹豫 哎夏天都结束了所以我们跟热巴学习可能你看书也从你先有兴趣的地方先检起来对对对对 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爱好希望这位爱玩游戏的朋友哈能够在玩游戏当然也OK啦就是调剂一下也找到自己其他的爱好啊 来我们再请热巴知心姐姐热巴帮我们来求下一题好棒哦可能能够给大家确实带来一些宽慰和解答 我说夏天都会和姐妹们去海边玩好羡慕你然后每年都想学冲浪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勇气 这是你写的吧想学冲浪不敢去挑战现在看着他们都会了又很羡慕心里很矛盾 是不是你的新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忧愁和上一位朋友好像是一样的也是想去做某件事但因为害怕又没有勇气又不敢去挑战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过的一些艰难的决定可能会成为我们做过最棒的事情所以其实这句说太好了 其实只要去勇敢的去尝试你的第一步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难 而且你看你的姐妹们都已经学会了就是 嗯 对你就可以下次跟他们一起去去玩你想一下更加美好的一个画面 只要勇敢踏出第一步接下来的每一步觉得都会很好 哎我很好奇原来你自己有没有哪一个决定当时做的时候其实挺犹豫的 结果现在回想起来说啊我幸好当时勇敢的买出了你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我觉得挺多的因为我以前好像是要详细说吗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就是以前可能我是已经是有工作的一个舞蹈演员 其实是属于一个在安全区里的一个人对对对对在舒适区里的一个人 但是后来我自己就去上学然后我甚至连我的歌舞团我都没去了就是我都没去排练 我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嗯我都觉得我我就是想要去上学很勇敢的一个决定 现在想来就觉得啊还好我做了这个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跟热巴学习哈有什么样的想法 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啊给大家不要给自己不留后路的做一个选择尝试嘛 对而且我觉得你刚说那个年轻的想法也挺对就是我现在也能够渐渐意识到年轻真的是无所畏惧 像现在比如说像前两年说想要去蹦极这件事情因为一直没有去蹦过 然后就到现在这个这个刚过完生日的这个年纪我就会有点害怕了就不会再像年轻那样无所畏惧了 对现在慢慢会顾虑的更多对对对对对对对下一题 下一题是自己学习不拔尖长相也不是漂亮型最近收到一个男孩子的表白很苦恼不知道他喜欢我什么也不敢回应 马尔赛拉就有点啊哈哈哈哈这个女孩嗯 首先我觉得他应该先要知道自己的闪光点也要看到自己的闪光点就是不要自我否定 呃不然的话你会一直否定自己因为不管别人是喜欢你什么你身上一定是有可以去吸引别人的地方 每个人其实都有所以不要自我否定还有一个就是他提到自己学习不拔尖的话 我觉得还是先以学习为主 嗯把自己学习对还是先好好学习等你渐渐的成熟起来等你渐渐的知道你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说是一个感情状态的时候 再做决定也不适 诶这位朋友可能他自己很谦虚啊不太自信不知道男生喜欢他什么然后不敢迈出那一步 没准是因为你用了克拉提然后男生觉得你很有品味 所以特别喜欢你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热巴说的很很对的一点就是无论怎么样不管你学习也好还是自己的状态也好不是为了吸引别人而是要把自己先调整对对吧这样才能够遇到更合适的人哈下一题 来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情感困惑来问我们知心热巴 自从加入学校社团每次活动都会打打扮的美美搭去参加后来发现有些成员会在背后吐槽我化妆技术差自己也就不敢再化了 哦哎呀这个你遇到过吗就是刚新手的时候化妆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成熟我倒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但是首先我觉得化妆其实就是为了自己开心 对呃我之前有说过就是化妆或者说是你去打扮就是为了自己开心因为自己心情好才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为了要让 可以看看回放啊一定会让你有很多的学习最后一题啊辛苦了吧最后一题毕业前必做清单一大半都没有完成比如拍机体照和毕业旅行感觉真的很遗憾哦要毕业 对吧 补上你心里这种有遗憾的这种缺缺缺憾 哎呦这句话金句啊大家飙红了人生就是一直遗憾着一直遗憾着所以其实要跟热巴学习的是一个接纳遗憾的心 嗯就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我怎么然后关注在这些得失当中可能会很累然后你反而就是用一个平常心面对它嗯 这里少一些哎可能其他地方就会弥补给你好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季星姐姐热巴太棒了季星夏日的小烦恼 可能现在你觉得是大烦恼但可能过段时间你回头看就觉得确实都不值得一提对 最重要的就是夏天拥有一个冰淇淋的热情和状态然后用我们克拉奇的产品让你自己整个人元气满满的去拥抱这个夏天 我觉得这个再合适不过了好了这次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开一波福利也谢谢热巴给我们开解这些夏日烦恼 我们要给大家送上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03色号的冰淇淋的眼影盘马上给大家开十位大家记住口令是 热巴起身我们一起移步到那边 但这个环节很关键我们先边走边说哈这个环节很关键的是你的挑战关系的能不能解释今天的终极福利 这是我们的188礼盒我们要直接在直播间里抽取送给大家十份 但是你觉得这个OK吗就是用这个套圈套中它热巴倒戏的可行 我好像不太行 你想说玩过没有那种冬月二人那种 玩过我套不上 今天实现零的突破好不好 我给你解释一下规则总共五个圈 你套中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都算成功 你可以先试一下好不好 在哪里啊 距离大概是这个边缘这儿 你可以往前一点太实诚了 来 往前一点 来 你可以试一下啊 这个不算啊 很有感觉其实 你可以温柔一点掌握一下这个力度 不着急啊 订单了 试一个别的 你看我一个都不行 我好像真的一个都不行 来 没关系 要不然再试还是直接来 来吧 因为我觉得再试我也可能套不上 那你往前一步 来 再往前一步 主持人说了这个规则不合理 你再试一个吧 好吧 好 再试一个吧 手劲大了一点 好了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 好 一个已经套中了是吧 我们套中了一个 那你还有四个机会 来来来 好 来 我们请热巴继续 可以反复还是 可以反复 你可以薅一个羊毛 薅到底 也可以挨个好 好 看你心情 好 哇 等一下等一下 我完 这真是 这么难 我们热巴全部完成了 五个全部套完了 所以 顺利完成了我们建筑人的福利解锁 公平夸一夸我们厉害的热巴 我们有夏日轩缘 我们选两个念一下 好 你选一个 我选一个 这个道具真的挺有挑战性的 但是难不住我们热巴 来 看看热巴选到的夏日轩缘是什么 快乐满格装满夏天 快乐满格装满夏天 希望大家 这个夏天就是拥有很多快乐 快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的 还有什么夏日的解读可以给大家分享 装满夏天呢 装满夏天 嗯 就是用柯拉奇填满每一个夏天 哇 每个夏天都有柯拉奇的陪伴 那这边这个 轻装上阵 炎炎夏日 嗯 这个怎么理解 就是妆容很清透 然后在炎炎夏日也不会觉得烦闷 给大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拥有很清透的妆容 这个也非常重要 好了 所以我们这次成功解锁了我们十份188的冰淇淋礼盒 那怎么来获得呢 现在所有见证了热巴套圈奇迹的宝宝们 在我们的弹幕上面 现在请刷屏 柯拉奇冰淇淋女孩 还是就八个字打在屏幕上 然后我们呢 会在我们的好运来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来揭晓 看看哪十位幸运的朋友 直接把我们188的礼盒带走 当然没有中奖的朋友没关系 你可以在一号链接188元就可以拥有我们今天夏日的这个冰淇淋礼盒 然后get我们的热巴的同款了 好 接下来我们的热巴回到我们的中间 哇 好棒啊 这个套圈下次可以多多尝试一下哈 不知道大家今天玩的开不开心啊 然后也很开心的是今天热巴来到 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柯拉奇直播间 然后以后要多来好不好 对 好呀 好呀 要多多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在这个夏日的妆容也好 你看连文字都来了 太开心了 一起来多多分享这个夏日的各种各样的妆容啊 解锁我们夏天的技巧 那接下来有一个小礼物 因为我们知道六月是我们热巴的生日月啊 生日月刚过不久 现在有什么样 哎 过完生日 心境会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觉得更加平静了吧 更淡定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征集了很多粉丝的寄予 因为过生日 大家都希望满满的祝福给热巴 做了一个一口文化装满夏天的 柯拉奇的一个寄予本本 收录了大家对你的祝福 我们请热巴现场收下 谢谢 你可以看一看他们对你说的话 好 哎 我看到一句 说热巴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谢谢 谢谢大家 真的 收到了你们的礼物 我很开心 因为其实好像收大家礼物 也是收信件 对 信件会更多 我觉得这些也会一直 怎么说 也是会带给我力量 因为很多人会说是 我们会带给粉丝们力量 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也是 粉丝也会带给我们一些正能量的力量 看着大家送给我的信 这个我还没来得及看 就是之前在片场的时候 也有人送给我信过 就也有粉丝来给我他写的信 而且是当下写的那些 我就觉得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 也从他的这些自理行间 也能够感受到 我也收获了很大的力量 所以很感谢我们相互的陪伴 太好了 其实就是双向奔赴的热爱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陪伴我们热巴 在接下来的每一个生日 每一年 然后每一次活动和作品出现的时候 都能够多多的支持热巴 也感谢见大家陪伴我们 在这个柯拉奇的直播间 和热巴聊了这么多快乐的事情 其实在接近尾声了 我觉得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我们今天在夏天 其实夏天还有两个月呢 对 才开始 冰淇淋的满满的祝福 任何有什么祝福送给大家 夏天的祝福 希望这个夏天 每一个女们都可以 年轻自由活泼的做自己 然后开开心心的享受这个夏日 开开心心享受夏日 我记得刚刚这位粉丝 我刚看到一眼 他说热巴是我心中的光 其实光大家都知道 它是七个颜色组成的 红尘黄旅前蓝子 就像我们Colorkey的名字一样 很colorful 所以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 遇到困难啊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就想想热巴这道光 想想他身上这些五彩八蓝的color 然后就像colorkey一样 给大家打开这个钥匙 解开烦恼 让大家每天都想起这种满满的热能量 再次谢谢热巴陪伴我们 带给我们这么多快乐 谢谢 然后下次要常来我们 好的 下次见 下次见 谢谢 收好这个行书 带回去慢慢乐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